你和你儿子感情怎么样 感情挺好 而且 小孩晚上都不愿意跟他睡的 一到了晚上 只要他进房间 然后宝宝就说 爸爸走开 爸爸走开 就这样 感情挺好是这样的 经常早上宝宝起来去 到他的房间去找爸爸 然后就说爸爸走了 然后下次爸爸回来 打开门看到 叔叔 那我们会早上会经常在一起玩 也会带他出去 那以前可能是 很难得啊 一个星期可能就 就是 我能说一句吗 就是带宝宝玩 带孩子出去 这是作为一个爸爸 应该的 并不是说 我做了这个事 你就要表扬我 这是我做一个父亲 应该做的事情啊 你这个媒婆 讲那么多 都你爱的 我觉得啊 如果有一天啊 我带着我老婆 带着我儿子 一起到新疆 我们的基地 哎 其实嘛 唱个歌 看着糊 放着羊 唱着歌 哎呀 多好 我不需要 他给我承诺的 这种有一天的生活 这种有一天的生活 从我 就刚开始 跟他认识的时候 这算一个旅游机 吧 都不些年了 但是纪念日啊 你生日啊 什么的 这种婚线节点 还是有所表示的 我记得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在南京 在在运气的时候 他去马场上班了 然后他白天跟我说 我今天会早一点回来的 然后我们晚上一起出去吃饭 来过一下这个周年纪念日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饿着肚子在家等他 然后等到回来已经 晚上八九点了 正常的餐厅 他都已经 关了 关门了 对关门了 然后我没有吃饭嘛 孕妇 我们就一起到那个肯德基 买了一个外卖回家吃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看看 你说话啊 哎 我喜欢你讲话这个腔调 你说话 我妈打我谁都这么说的 你说话啊 有没有做错事 都是麻烦的 是热热的祸 我觉得啊 现在听了我觉得自己还是特别的内疚 但我相信当时当时那种状态 一定是自己想提前回来早点回来 但是呢 所以 没做到 但是没做到 哦没做到 人在江湖有时候身不由己 人在江湖 坏朋友 对就是就被那个人祸害了 这个这个事情是推着轮走的有时候 其实这话也 他其实很多时候 他说事情有时候推着人走 没错 我也在检讨 就是想啊 有时候我们工作确实有时候有有点忙 嗯 有点忙呢 有时候小孩就赔的少 但是其实人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有时候就自己觉得找了个理由 说事情推着人走 当年南京有个新闻节目叫南京临距离 我在那个节目是主播做了9年 当时收视率是江苏地区 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 那哥们还说着看过是吧 当年我自己觉得这个节目 除了我还有谁能把这个节目做得那么好 只要我不在那节目还有人看吗 我要不在呢 这节目都活不下去啊 我们那节目有100多好人哪 我这个念头我相信了快10年 到我第9年半 我离开这个栏目的时候 他们也挺好 没有人下个 没有人恶死 你换了个主播来不挺好的吗 黄老师和这个孟爷爷他说得很对啊 我觉得我自己通过这个节目 也慢慢能够慢慢走出来 千万别想着说 等到我的事业到什么阶段 我就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千万别想着那样 您今年贵更啊 我39岁了 这个岁数也差不多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对吧 我们看上去呢 差不多 差不多 不要 我要说心灵鸡汤了 你们别打断我了 OK 梦婆汤了 叫梦飞汤 梦爷汤 免你鸡汤 差距不大 我觉得在这个事上 应该容易沟通 你想一想 一个人 如果孩子 自己有血缘最轻的人 他都管不着 他去为星系全人类 你觉得这样的人可信吗 这是问题之一 第二 作为一个中年人 应该明白事业和家庭 怎么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特别不要做某种人 我以前看到有些年轻人呢 二十七八岁 事业刚起播的时候 爱在外边吹牛 天天有饭局 我忙 我今天约张总 明天约了王董事长 后天约给哪个大老板吃饭 竟是谈大买卖 特别有 辈儿有面子 特别有成就感 回家吃饭的 都是闹肿 都是混得不好的 真不是 你去看 你去问王石他一天 在外边饭局 他一年有多少 就是咱们应该过了这个阶段了 应该过了年轻人的 那个浮躁的阶段 确实是男人要有事业 天天围着老婆转 也不是什么有出息的 但是一天到晚 老婆孩子都不在心上 这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成功男人 你同意吗 老婆孩子都不在心上 老婆孩子都不在心上